基隆市府电动车计划 明镇初要追加减预算编列3000万 购置369辆电动机车 要给区公所 林里长 还有里干事申请使用 不过就有议员认为 有些林长的服务范围走几步路 就可以到了 直送电动车的合法性以及必要性 这个林长他管的就是两栋大楼 在两栋大楼 他大部分 他不是大部分 他全部都是上下楼梯而已 所以这个林长在执行 他林长的业务 会使用到电动机车的机会是零 所以你要编列一个 这个预算给这林长的用意是什么 还有议员质疑 宋世一回事之后 林长的月资费谁要付 到最后可能又会变成市府买单 又是一大笔的支出 被认为是市长要做面子给林长 明镇初长就表示 不是每一林都发 就算发了也是区公所财产 是由林里长借用的模式进行 目前这个创新作为 已经发文内政部和主计单位 含请解释 不过截至目前还没有获得书面的答复 好 by bwd6